大家好 我是情尋香港的溫佐治 一年一度的天候彈 將會在農曆的3月23日 即是西曆的5月8日舉行 而今年最矚目的 都可以說是油麻地天候廟 將會舉行九龍區大型的慶祝活動 這次亦都是這個廟 隔了幾十年第一次復辦河彈 非常值得期待 誰是天候呢 天候本名叫林蜜 又叫蜜梁 相傳他出生到滿月時 都是不哭的 他小時候已經很聰明 而且他有預測天氣變化的能力 所以他就可以提醒大家 早作準備免受財產的損失 岩梁先生可否說一下 這個天候廟有甚麼特別呢 油麻地的天候廟 是九龍地區最大的廟群 它現在是一級的歷史建築物 這間廟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文物 包括有一對門口的石獅子 是在童治四年 即是1865年的時候 這裏就是油麻地的中心 其實這座廟以前是很近的海 不過經歷了多次的田海之後 這個天候廟就好像移入了內陸 廟前的廣場種了榕樹 所以這裏就叫做榕樹頭 以前這裏是油麻地的中心 晚上是很熱鬧的 有人在賣藝 唱歌 講故事 所以引申到就有 榕樹頭港古佬這個詞語 十九世紀末 香港政府建這條街的時候 它就拿了廟前廣場這個意思 所以英文名叫做 Public Square Street 但中文就譯錯了 亦都做公眾四方街 去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 才改一個對的名字 就叫做現在的縱方街 今年我們復辦這個天候彈 除了一些傳統的荷彈活動之外 我們都會放很多的攤位 攤位裏面 除了有些工作坊 還有遊戲和紀念品 讓善信和市民來領取和玩 亦都我們有很多有特色的傳統表演 是以非物質文化為產為主題 例如是一些五粉公仔的表演 拉堂話 還有舞麒麟 還有一個很特色的 就是我們會學核彈活動的縱頭環節 就是以一個花炮沖繩的儀式 去搭借天候涼涼 為了隆重歧視 這次會特別搭建五彩花牌 分別以紅、綠、金、紫、粉紅五種顏色 代表這裡有五座建築 一邊 我們一起加入 東西 中秋天 很多個